大家好 我是福瑤 歡迎和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2023年2月 香港九龍發生了一起驚悚大案 香港名媛蔡天鳳於2月21日失聯 2月24日 警方依據線索拘捕了多名嫌疑人 主要是受害人前夫的家族成員 警方在犯罪現場發現了人體殘肢 以及部分受害人的財務和證件 但是 死者的部分肢體和頭顱還沒有找到 有一些香港媒體報導說 蔡天鳳的好友歌手周英傑 她在蔡天鳳遇害之後去看望蔡媽媽 蔡媽媽哭訴說 女兒托夢給她了 說自己在一個地方有很多的狗在叫 還有猴子 就在大埔 蔡媽媽從來沒有去過大埔 但是就夢到了 後來也有跟警察說 而警察找到人的地點就是在大埔 周英傑說 我聽到後全身起雞皮疙瘩 但這是真的 據稱 警方確實是根據蔡媽媽提供的線索 來尋獲蔡天鳳的部分遺骸 這個案子目前還在偵查之中 我們不好隨便下什麼結論 不過 託夢破案 或者是通過託夢來給無厘頭的案子提供線索 這樣的事情 在古今中外都有 我們未解之謎就有一期託夢破案的視頻 大家感興趣的話 可以翻到前面重新回顧一下 我們也會在下面的留言區放上鏈接 大家也可以點擊查看 真的是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如果大家也有類似的真實故事 或是知道相關的事 也歡迎留言分享給我們 今天我們就繼續來講講 這關於夢的未解之謎 說到夢 那是千奇百怪 神明莫測的 不過其中有一類夢 可以說是幾乎和人類的神性有關聯了 就是有名的夢瞻 或者說是夢的預言 如果說通過託夢破案 那就是在夢境中 人能夠追溯過去發生的事情 展現過去的時間狀況 那麼夢中的預言呢 就是預知未來的事件 穿越時空 抵達未來的世界了 我們之前也做過一期 日本漫畫家的《預言夢》節目 夢中的很多內容都被事實驗證了 而今天我們要說幾個和破案相關的夢 絲毫不比福爾摩斯遜色呢 在中國古代 人們對夢的理解也是豐富多彩的 其中 夢瞻就是夢的一種預測方法 通過對夢的解讀 能夠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情 春秋時期有一部著名的史書《國語》 裡面就記載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當時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諸侯國 叫做國國 國國的國王叫做國公 他就做過一個神奇的夢 他夢見自己在宗廟裡 忽然看到了一個長著人臉 身上都是白毛 還有一對老虎爪子的神 直著金月站在西面的屋簷上 國公看到之後嚇了一跳 就想立馬逃跑 只見那神人冷靜地說 不要跑 天地有令 派禁國人進入你的國門 國公一聽 又趕緊回來下跪 叩頭拜謝 國公驚醒之後 馬上召喚會沾夢的史銀 也就是相當於當時的太史 來給解釋解釋 這夢是什麼意思 這夢會不會有什麼結果 在史銀仔細地了解了這個夢中的情境之後 就回奏說 按照君主描述的夢中神明的形象 他應該是西方掌管秋天的神 叫做入收 他從屬天地屬下的行殺之神 天意或福都是由這些事情的主神形象出現 然後才發生的 國公一聽就不高興了 難道這個神帶來的是行殺和不吉利嗎 我堂堂君主已經在夢中磕頭拜過這個神了 這應該是大好事啊 怎麼好事還變成壞事了呢 於是國公下令就叫人把這史銀給囚禁起來 還傳命讓國人都來慶賀他這個夢 不想僅僅過了六年 國公就被晉國給滅了 完全符合史銀講解的這個國公的夢照 在中國古代周公解夢 夢林玄解這些書 都是中國古人對於夢文化的總結 甚至還衍生出了夢瞻的神秘技巧 有神論文化積累的文化精髓 也是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原則性的 不過呢 隨著時代的變化 我們的文化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人們對夢的解讀和研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有一位心理學大師相信很多朋友都聽過他的名字 我們也在節目中提到過 他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 他也是一位夢學大師 榮格是在瑞士出生的 1900年 榮格就開始對奧地利心理學家 同樣也是夢學大師的 希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本著作 產生了很大興趣 這就是夢的解析 隨即 榮格加入了弗洛伊德的學術研究團隊 開始對夢做長期的研究 但是呢 在經過十多年的合作之後 榮格深深感受到 弗洛伊德的學術理論還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 甚至都無法闡視神秘文化和具有神學特點的心理現象 於是 1913年 榮格下定決心 脫離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學研究 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和積添之後 榮格逐漸開闢了自己的心理學派 叫做心理分析學 或者就叫榮格心理學 榮格自己說 他曾經解過8萬個夢 他的夢文化理論是具有堅實可靠的考察證據的 而且他還強調 夢並不是人類心靈的偽裝與欺騙 而是一部用特殊語言寫成的超級巨著 榮格在他的《尋求靈魂的現代人》一書中 曾經記錄過這樣一個案例 那個時候 榮格在蘇黎市他遇見了一位同事 這位同事的年紀比榮格年長一些 兩個人經常見面 而每次見面 他都會拿解夢來和榮格打招呼 有一天 榮格在街上又遇見了這位同事 他遠遠在那喊 你最近怎麼樣啊 還在解夢嗎 對了 我又做了一個愚蠢的夢 這又有什麼意義嗎 只聽他繼續說啊 我在攀登一座高山 山坡既陡峭 又滿滿覆蓋著積雪 我一步一步地向山頂走去 天氣晴朗 好得不得了 隨著高度上升 我的內心感覺越來越好 我心想 要是能一直這樣爬下去該多好啊 當我爬到山頂的時候 我感到無比的幸福和快樂 簡直要一步登天了 接著 我發現我真的能登天 我在空中繼續向高處走 後來 我在極度快樂之中醒過來了 等他講完這個夢 榮格連忙解讀說 尊敬的先生 我知道你不能放棄登山 但是我懇求您今後不要再獨自一個人去登山了 您再去的時候要帶上兩名向導 您必須以名譽發誓 您會跟隨他們的指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榮格從這個夢中嗅到了危險的氣息 然而榮格的同事卻不以為然 還嘲笑她說 你真是無藥可救了呀 然後 兩個人就此道別 而兩個月之後 榮格的預感第一次應驗了 這位同事呢 獨自登山的時候遇到了雪崩 險些被活埋 但是恰好有一位巡邏兵路過 就把他給挖出來了 不料又過了三個月 他和一位比較年輕的朋友一起登山 這一次呢 他們還是沒有帶向導 有一位當時站在低處的登山者親眼看見 榮格的同事在攀下崖壁的時候一腳踩空了 他的朋友正在下方等他呢 而他正好跌落在朋友的頭上 兩個人一起跌落懸崖 摔得粉身碎骨 榮格針對這個解夢案例感觸特別深 他寫道 不論受到多少懷疑和批判 都不曾使我把夢視為可有可無的事物 雖然 夢時常看起來沒有意義 但這明顯是因為我們缺少感受力和智慧 獨不懂心理的黑暗領域所隱藏的 民意般的信息所導致的 夢給了有關內心世界的秘密信息 榮格對這個解夢案例的分析 應該說是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古代夢瞻的效果了 而他呢 是在現代心理學框架下做出的分析 這樣看來 古代的夢瞻也真的是值得我們仔細地回味回味呢 而榮格心理學的研究也是突破了一般心理認識的禁錮 他對於東方神秘文化採取了針對性的系統研究 榮格對於中國道家的太乙 金華宗旨 易經等這些經典都做了研究 甚至禪宗 藏傳佛教經典啊 西方的煉金術啊 榮格也都是有廣泛的涉獵 而他的這些研究就讓西方心理學解夢文化理論得到了更為重要的發展 而在文化上應該說西方對於夢的研究已經是非常接近 在東方有神論文化和靈性文化框架下 人們對於夢的那種認識了 這真的是有一點殊途同歸的感覺呢 好 我們來說說現在的夢瞻 巴西有一位奇人叫做朱瑟里諾諾布雷加達盧茲 他呢 就因為準確預言了剛發生不久的土耳其大地震 一下子紅遍全網 粉絲在一夜之間激增了上百萬 這位出生於1960年的夢境預言家 他說自己啊 從9歲就意識到有這個能力了 據說除了母語 西班牙語 他還會英語 波蘭語 德語等通曉好多種語言 甚至都能夠讀寫流利 而他呢 學習語言的高級技能這個方式 竟然是通過睡覺 就是說他睡著睡著就會了別的語言了 這算不算是個半仙呢 也許啊 關於這個未解之謎 咱們之後再另外找個時間聊聊 而通過睡夢來學習語言 這也只是他的一個長項 更重要的是 它是可以通過睡眠做夢來做破案和預言的 在朱瑟里諾的個人網站最新公開顯示 在2023年2月16日 朱瑟里諾預測有一位年輕的德國女孩失蹤案 這起案件可以推速到2007年的5月當時所發生的情況 不過呢 由於這個案件目前還無法結案 所以它的預測還有待時間來驗證 在2007年 朱瑟里諾預言過發生在巴西聖保羅市的一起著名謀殺案 引發了檢察官和法官對於超自然現象破案的質疑和追查 同時 人們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特异功能了 最著名的是 朱瑟里諾在1997年發出了一個 具有預言與破案合併性質的預測 那就是英國戴安娜前王妃的死亡事件 朱瑟里諾還曾經專門寫信給戴安娜 說道 我從神那裡得到訊息 有人惡意設計一場車禍 讓您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有七位天使告訴我 您會在這次事故中喪生 這個事故將發生在2000年之前 朱瑟里諾還提到說 撞車事故後 現場專家會將這次事故當作一般性的事故來處理 而且無法找尋到事故的陰謀可能存在的兇手 朱瑟里諾寄出這封警告信之後的五個月 也就是1997年8月31日晚間 戴安娜乘坐汽車在法國巴黎的一個橋洞隧道 發生撞車事故 戴安娜當場死亡 事後 有人質疑這次事故涉嫌政治陰謀 而由於事故無從調查 造成這個事故的案件性質也就無法證實了 這和朱瑟里諾的預言結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朱瑟里諾還有很多預言成功的著名案例 其中包括在1989年10月29日 預言了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恐怖襲擊 朱瑟里諾說 她的預知夢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 不知不覺就感受到的 每天夢到的預知夢多少不固定 有時有三個 有時有九個 她不得不花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來整理這些夢的預知內容 不過如果朱瑟里諾真的在夢中看到了天使 那麼朱瑟里諾會不會是真的在和神溝通 或者說是神給她的特殊能力呢 或許這預言本身就是來自神的启示吧 相信大家平時也都做了很多夢 而其中很有可能就是一些預知夢呢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經歷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兒 未解之謎 我是福瑤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